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场面真的是络绎不绝 非常的获爆啊 最后呢 经过了过五关斩六项 有八个家庭和八位设计师走进了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期待着他们在节目当中能够给您带来精彩的表现 好了 聊了这么多之后 马上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第一期节目的冒险家庭吧 红队的女选手林珊是一位幼儿舞蹈教师 家在很多时候也是她舞蹈排练的场地 我们的客厅空间不大 所以她只能对着这个镜面柜子来练习舞蹈 其实小两口今年刚刚结婚 家里的装修也就是婚前进行的 但是由于当时时间仓促 而且对装修设计也不在行 所以一到住进来就发现了很多问题和遗憾 现在家中我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个餐厅部分 它基本上可以说是零利用 我们根本都不会在这里吃饭 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光线太暗了 而且我们又选择了暗色的家具 在这里吃饭真的很暗 现在家中整体的色调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虽然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黑白色的颜色 但装出来却好像不是那种感觉 总之一句话 这一次请帮我们装的明亮温馨使用一些 给红队装修的设计师王明新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高级住宅室内设计师 有着深厚的美术功底 绘画 撰刻 样样都能来几手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这些传统文化 它可以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体会慢的生活状态 心很近 和很多从业经验丰富的设计师一样 他做事总是一丝不苟 执着认真 期待每一个业主都能拥有适合自己的设计 这一次我的作品名叫幻影 在这次改造中采用大面积的银镜 归枣泥来作为墙面的装饰 就此敲定用黑白灰的后现代主题来打造这两个新杭州人的幻影小居 看过了红队的家之后呢 我觉得他们的原始基础还是不错的 可是这个不错在有时候它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改造起来要想出彩就会挺难的 难上加难 因为什么事啊 它都怕一个对比啊 所以看到这儿 我真的提计我们这个红队的设计师 美女设计师 那是要捏上一把汗呢 那么蓝队的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现在我们也抓紧时间去看一看 蓝队是三口之家的 女儿十岁 从小学习舞蹈 活泼观巧 吃爸爸妈妈的小棉袄和开心果 大家好 我叫沈云山 蓝队的家其实是一个错层格局 由于装修较早 空间并没有做过有针对性的设计 所有的东西都是无序的摆放 显得比较凌乱 同时也没有任何的风格倾向 我觉得我们家实用性不强 特别是楼梯底下堆着很多杂乱的东西 我希望通过这次改造 有一个大柜子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收纳起来 这样子家里就会觉得更整洁 一直觉得我们家太白 太平淡 这一次我一直想我们家可以多点颜色 也是换一种风格 换一种心情 这个书桌又老又旧 而且洗的时候也洗不干净 所以我有一个小心愿 能不能给我一个新的学习空间 窝碗瓢盆奏明起 这位时尚的大厨到底是谁 我很喜欢做菜 我觉得做菜的过程是一种放松和享受 没错 这位就是蓝队设计师孙建坤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注册室内设计师 注册高级室内设计师 从业13年 设计水准也和他雕刻萝卜的手法一样 如火纯青 设计不仅仅是感性的认识 也需要年轻的逻辑来配合 就像生活中的美食 不仅要有良好的食材 还要掌握精准的火候 那么在这次设计中 我们希望美观和食用相结合 主题是悠扬生活 那么给大家有一个不同的事情 发红包 我的手里各拿了一万八千元的基金 那么当中的有一万元 是由欧派家铁集团提供的家装基金 还有八千元 是由海尔便宾计调提供的家电基金 对凡栏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了 好了 接下来到了一个关键时的目击 两家当家的赶快拿红包吧 好了 48小时家装倒计时 现在开始 这么快就跑了 这个不对啊明星啊 这咱们出来搜街 给他们找什么家具啊摆设之类的 这天我怎么越看越觉得 有点像一个废品回收战似的好像 你真答对了 真聪明前面就是一废品收购站 喂 拜托 到废品收购站了干什么 废哥 公居然有话要说 你有话说你说 废哥 废哥 我们在哪里啊 我也不知道 这事不用问废哥 问我 是吧 我们前面你们不要看这么近 再往前面一点点 马上就别有洞天 你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今天想要的东西 今天就在这搞定 不是 你确定不在这个废品收购站里面 在废品收购站的隔壁 在它的后面是吧 对对对 到底有什么 咱们赶快去 这个地方倒是放了很多的桌子椅子 就像大仓库一样的 这个也不是什么家居卖场之类的 我看 这比刚才那废品收购站好多了吧 比那个 比那个绝对要强一些 这的话呢 是我在网上的话 先找一家网店 它其实是一家网店的实体的仓库 然后我在网上的话 相当中的几只椅子 对 我觉得非常逢合我们这次的这个案子 但是呢 我觉得对于 基于对客户的这种尊重 或者是对于客户负责任的态度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实地找到它的网店来看一下实货 所以今天我就把您带到这来了 今天的话 我们主要的选的话 就在我们的餐厅当中选了这两把我们的这个发椅 挺沉的 我觉得 还好还好 其实的话 就是它造型的话 应该是几何图形的一些图案 对 而且包括它的这个转角的折边 包括它的直角的线条 都是非常流畅的 这些的话都是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这种餐厅的吧台位置 对于我们一个黑白灰的演绎 非常的有帮助 说起来如属家珍 那我就做这个专业 不是我特别想再问你啊 因为你是在网上选的这些东西吗 你现在看到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满意吗 跟你想的一样吗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椅子就这么定了 好吧 对没错 这我觉得也很满意 那搬椅子的工作该怎么搬呢美女 那我就让飞哥去搬吧 不是吧 看费主意好 我也同意 你们三个 我一个人搬呢 啊 哎呦 都整成英文了 俺家是养鸡的 最怕的就是英 那行吧 那我搬吧 作为四人当中唯一一个男士 这活只能我来干 来我帮你比 我帮你比 我先感谢你吗 是的 谢谢 这个还有这个是不是 对 都我一个人搬 对 你们确定吗 啥也不说了 娃娃的眼泪啊 既当主持人 又当厂工啊 还加两个凳子 哦这个是吧 还给我夹这俩小灯子 小美女 我记住你了 好了 走了 拜拜 另一边 红队的搜街 好像很奇怪 他们来到离杭州 八十公里的交线农村 这就是哦 累死了 我们坐车 坐这么长时间 七八十公里 就到这个破地方 是掏什么东西啊 值得吗 那么这些旧木头啊 那么一个呢 木料会就是比较好 第二个呢 它都有老的工艺 雕工会很好 外面这些呢 都是大木料 那么到时候到里面呢 你会看到很好的 雕工很有 这个非常出色的啊 一些老的家具啊 包括房子那种 牛腿的一些残缺部分 那么这些部分呢 是可以拿来利用的 价格还很便宜 好 今天的搜街任务 顺利完成 我们淘到了三块木头 这三个木头 两块 是老房子的牛腿 这个 是老房子的窗户 设计师 这么又张又破的木头 你会有什么样神奇的魔法 把它变成一个有用的东西啊 蓝队甩先实工 挑战大面积的黑色被子强 给小朋友 颜颜颜颜颜颜颜 当心点你的衣服啊 小心 过来试一下 打了啊 当心手啊 放手 慢一点 慢一点 轻一点 这个刷了以后 是不是特有成就感 我说这条 有点像不烂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半白 半白 半黑的 看起来都是 小朋友 往这边看啊 那如果我们这里都穿得这么均匀 浮黑了 穿得就很漂亮 然后我们在上面 画上白色的酒 酒花 是不是带了很多 那如果我们穿成这样 肯定一会儿 另外一个阿姨肯定不满意 收放的回来 是不是 另一边 红色的时光 好像除了 不就少了一块 厕所的窗户都露出来了 太难看了 故意这样子的吗 这个不可能是故意的 其实不光光是这个窗户这一块 这里全部短暗的 没关系 我们在这里 加了一个顶线 然后呢 在这位置再加一根线条 再加一根线条 中间再加短一根线条 那么这样子呢 将错就错以后啊 效果比较难 那这个就是需要设计师 在平常的时侯 应变能力要强一点 不然的话 在施工区建厂 一定会有一些小的窗户 那实际师 我们这根窗户要做吗 我们手上的版线 好像不够了 是不够了 这个对您发现啊 也是同样问题 就是它的 够强的这个厂家 它这个 尺寸上 数量上有问题 蓝队 你们家现在是状况不断呀 我们家现在是不是也有 很多小叉取发生了 我们的设计师 帮我们解决好了吗 别担心 飞哥正去你家探单 帮你把关 哇 飞哥你终于来了 我来了 我来的 我来的 我拿着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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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干嘛呢 这边我们就装镜子 这么大的镜子 对 这是我们餐厅区域的一块镜面 然后我们这里的女主人的话 我们就装不到老师 哦 他可以在这边的话呢 比如说我忘记的形形 比如说几个动作 你不准啊 什么的话 可以在这边的话 就给我调一下 这边挺好 对对对 好 还有 不错 都没有我跳得不错 感觉的场地怎么样 有点小 八台都到这了 镜子在那 中间的距离 其实并不是很宽敞 我就很纳闷 到时候才能施展开 这个的话 等到衣服回来收房的时候 再看 把这个悬念得留到 那个时候去 是不是 对对对 而且我这里 不止这一个天气 还有 还有 他设了整个一个 像迷魂镇一样 是不是 更多精彩的设计 我们在收房的时候 再一个一个 来为大家解密 好不好 老公 我看这个天 马上就黑了 你说还在下着雨 就是我们的工程 怎么办呀 是啊 我看这天气 越来越冷 感觉 一天 一天 我老现在就被他 沾满了 雨真的是越下越大 不过 红队终于盼来了 短缺的护墙板 哇 现在这都起了 终于到了 现在天气也不好 夏天这么大 墙面也很难干装 所以说我们现在 很难干装 好吧 走吧 好 航队的叔叔 阿姨们 我非常喜欢你们 这个打地面柜 这个柜子不仅实用 帮妈大家看看吧 好嘞 听听听看 看 而且里面 能放很多东西呢 月月 还不只是这些 对吧 对呀 柜子下 还藏着一个 你们意想不到的玄机 你们就等着看吧 赶快帮忙去 谢谢你们帮的 不车也都这么好吗 床来喽 不错吧 现在就是我们 神机完工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 空间当中的 第一个 变空间 它可以从一张床 变成一张沙发 也可以从一张沙发 变成一张床 哈喽 大家好 我来看班咯 洪队 你们在忙着呢 是的 你们动机好大哦 我发现在这里 是的 现在干嘛呢 刮柜枣 谁刮 我们刮 你们刮 你们行不行啊到底啊 可以的 是吗 我来看看啊 我过来看一下 这边你们刮的是吧 这边那个呢 这个师傅刮的 这个师傅刮的 我们的镜头 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它们有点区别 我觉得师傅刮的 比方向好要直一些 我觉得我们刮的也不差呀 我觉得还是有点细微的 不一样的地方 要不飞跟你试试 谁来 你呀 我来 我的天哪 它们原来只让我干点简单的工具 搬东西之类的 我不要紧张 太重了是吧 师傅 一只手就可以 一只手就可以 没有一点实践经验的飞哥 这回真是赶鸭子上架 只好献丑咯 马上就有区别了 明显是我们的 对 这个露骨 这个今天完蛋了 不是我能说一句话吗 我觉得我是主持人当中挂墙最好的 练完了手艺 飞哥没忘记本职工作 详细了解了红队工程上出现的护墙板尺寸差错 材料短缺 以及顶面出现色差等问题 那么如果还有东西 我进门之后我觉得你说最多的一个词 以防万一 对对对 哪有两套方案 刚说过程中 一定是要以防万一的 那么然后呢就是 两套方案还不一定够 辉哥 啥事 你去过我们家了 我刚去啊 必须的 我们家顶别人什么样了 是不是也有这么多灯 我也好想要这么多灯 你是喜欢这种灯多的感觉 对 我喜欢亮堂堂的 你们家那个顶 好像一个灯也没看到 没有没有 你别笑我 你们家那个顶 你们家 我还真没注意你们家这个顶 但你们家变化其实特别大 你知道吗 我一进门 我一骂呀 那一看我 这简直了 那当时都 那明亮那种 就它不是灯的事 它是另外一个事 你知道吗 但是我现在不能完全告诉你 你就越说我越紧张 我就 这我的效果就达到了 你知道吗 但你们家真的会特别明亮 我向你保证 好的 但它又不是灯的事 到底是什么事 会在收房的时候 这么神奇 再告诉你 好不好 现在你的心情怎么样 蹦蹦蹦蹦 怪不得 这是平时好不好 现在应该是 不不不不 情侣不情 对 这样你们先 不要担心那么多 好不好 你们先把他的家 给装修好 我在他们家 也是这么说的 把你们的家装修好 好不好 有这么棒的设计师在这 那都准备了 四五号方案了 还得了 对不对 好了 你们三个人 安心在这装修 好的 特别是要把我刚才刷那个 给干一下 对不起啊 蓝队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哇 好 好 很好 很好 设计师阿姨 你设计的把干也真好 设计师你这个设计的真贴心 设计师我们回来了 好 经过一天的加班努力 红队终于赶出了进度 哇塞 哇塞 我要是起 哇塞 这个沙发 这个是我梦想的沙发 这是我梦想的卡座 刘明星 我家有没有卡座呀 我当时给你 先递你万种 不要卡座 这个既可以做一个工作台 也可以做一个餐桌 黄队达阿姨 这是你们家新的酷黑餐桌 和个性八仪 你喜欢吗 不停地调平面 不停地调设计 可能是改的最多的吧 设计师梁建国 中国陈设艺术专业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设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这一次他设计的作品 是一套面积只有42平方米的 Loft小户型 他是做过的很多东西 表现现在比较差的 但是我觉得他最有挑战性 每一个项目 我都会找几样趣味性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由于这个园 这个园也是这里的主题 它有点现装置艺术 但是它也有点穿越 就是说有点中国的那种古画的故事情节 但是它也不是 它又是一个家 这个是一个很世俗的元素 怎么样它就做出来不是世俗 还有一个在这个空间里边 它怎么去取到一个关系 就是一般的人好像会做镜子 实际上是这个没有镜子 像做了镜子的感觉 从这边看过去 从那边看过来 两边是不一样 这是我有意设定的 就是我站在这边看你那边的时候 好像我看到的是 看到你是我自己 最终这个小小的空间 似乎变成了苏州园林的一角 让人过目不忘 一般的人因为这种原生 原生是做会所 做啥事做什么样 但是放在这种小型的工作室 它也很少 并且还能够让大家感觉的不小 一个圆形的拱门 也使得客厅有了一种 时空穿梭的感觉 既是借景更是造景 这样的设计可真是不寻常 懒惰设计这道理 就是在小的空间 做出又大空间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一进门的时候 有一个拔高的 在那里面也有一个拔高的 在客厅的另一个角落 有一个五米多高的休闲区 在这里 梁建国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宁静空间 这里既像是一个茶室 又像是一个室外桃源 42平米的空间 也能拥有如此优雅的休闲空间 并不是说要豪宅才可以做这种东西 但我觉得什么房子都可以这样做 不同年龄的人他也可以去过有品贵的生活 关键还是我们设计 在梁建国的设计中 整个空间显得朴素而有品费 在这里时间仿佛是静止的 身心也可以完全放松下来 要我真正叫他风格 他风格就是要放下 就是要你能 你进来的人以后 你就想放下 你就会放松 就会快乐一些 你就会平静一些 也许你在外边还火气很大 只是想做一种这种体验 就是说 我最近在做一系列的这种就是用求 这个是很重要的 它通过你这个不同的空间 你会改变带来人不同的行为 说到美丽的杭州不仅是景色宜人 而且真是物产丰富 咱们可以随便来数一数就会不少 比如说像什么雨伞 还有丝绸 还有茶叶 而且我知道杭州人平时特别喜欢喝茶 这种生活方式他们觉得特别的惬意 可是有一个问题 茶叶喝过之后 这些装茶叶的盒子该怎么办呢 如果丢了的话 又会觉得有点可惜了 好像还能放点什么东西 可是又能放什么呢 正在为难的时候不要紧 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个旧物改造 所以本期节目的旧物改造的命题 就是你已经想到了吗 茶叶喝啊 妈妈 我们用这个茶叶罐做成一个 又漂亮又使用的东西吧 好啊 那我们就做一个时尚多梦能的花人好吗 好啊 里面可以放一些漂亮的花呀 我们的小手工啊 还有一些好玩的东西 新鲜板不错的东西 老公我有好点子了 你想出来啊 啊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改一个 类似于小火车身状的一个宠物罐 哇月月 我们的时尚花篮就大功告成了 看到它你想到什么呢 我想到你这首歌 什么歌呀 这里有花呀 这里有天 你都给我们做的花来的 我们的铁皮小火车已经完工了 你看它又美观 还实用 才能给小朋友当玩具 是不是 好了各位 又到了我们本期节目旧物改造 要揭晓结果的时候了 那么茶叶罐子到底能改造成什么呢 我这是想破脑袋 我也想不到啊 不过他们已经改造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蓝队 这是什么 这像一个花篮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红队这边的作品 好像跟这个蓝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人家是色彩特别艳丽 他们是统一的黑色 这是什么呢 小火车 红蓝两队的旧物改造的成果 我也跟大家介绍过了 接下来会有现场的50位大众评审 根据你们的判断和爱好 来决定谁最后获胜 不过我想在投票之前 首先还是请我们红蓝两队的家庭 来给自己拉拉票 这里有红花呀 这里有蝴蝶 都在我们做的花篮里 蓝队 蓝队 地队 坐上那火车去拉散 去看那美丽的布达拉 大家好 这就是我们改造的一个铁皮火车 这个储物罐吧 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 就是它这个工具做起来都很简单 我们这个上面用的都是一些简易的 以前窗户上的小蜂钩 这样做一些集连 这样一层一层都可以连 然后茶叶罐也是随处可以拿到的 而且前面的小烟囱啊 就是这种小的灯泡 一拧就可以装上去的 对 原材料都非常简单 我觉得如果在家里面的父母 可以和孩子一起享受这个手工的过程 增加家庭的一种和睦的感觉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投的是蓝队 因为它这个创意非常近 非常独特 我投的是红队 因为红队的创意是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实现 而且容易推广 好了 各位 旧物改造投票的结果 现在就在我的手上了 我想说这次投票的悬殊也是比较大的 有一家是36票 有一家是14票 你们两家觉得哪家会是36票 就是你们 恭喜 你们获得了冠军 没事 咱们是亚军 来 送给你们的是 由我们交换空间出的48小时 加装魔法送给你们 学习 学习 我们的冠军队 送给你们的是 绝对沉甸甸 要对得起你们这个小火车 还得坐在去拉萨 好配人的颜色 对 最后一天 这绝对是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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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该是你们的是吗 对 好了 这个工具箱送给你们 谢谢 好嘞 我们这个旧物改造的环节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马上 我们要进到一个环节 是你们最为关心的 也最为期待的 就是我们一块收房去吧 我的幻影小屋完成了 我们用黑白灰的一个调子 把整个这里搭成了现在的一种感觉 我在这里的话 穿穿了大面積的绿色 以及我们身体的双方的 几个麻布的料子 包括我们麻布的窗帘 那通过这些绿色 有生机的感觉 包括我们自然的这些麻布材料 那这些质感的东西来去体现 穿上来让这个房子里 在黑白灰的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生动和灵气在 那我非常希望 这两个红队的选手 能够在我 要幻影小屋当中 快快乐的生活 快乐的工作 我告诉你啊 设计师给你们设计的 这个家的主题叫做幻影 你们想一下幻影 是有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幻影中来记得 特别想看这个房间 想到什么程度 我刚才 我可以摘了好不好 我今天晚上就开始想 哎呀我天哪 折磨了一晚上了 好了 那么马上 你们就要达成心愿 哎呦不行 上来 不敢跳 不敢跳 看吧 不敢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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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怎么样 先告诉我 好多镜子 好多镜子 好亮 就这一刻是不是理解了 为什么叫幻影 对不对 是的 喜欢幻影的感觉 喜欢幻影 幻影生不出来幻影 我真的 我真的 哇 该有的都有了 嗯 你心里期待的东西都有了 嗯 好嘞 那咱们先看这边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看 你怎么感觉你喘气 不均略了 我心里不齐我 心里不齐我 心里不齐我 要呼得点 最好 特别激动 是吧 照片 没错 这是一个照片墙 我们的设计师特别为你设计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 他叫做 八台 是 哎呦 你们俩的男人加在一起就正好 就对了 既是八台 又是三桌 如果家里是 但是 两个人吗 两个人吗 你以为 那还给你们看什么看 我告诉你啊 家里来人少的时候 没人的少 就你们俩 坐起来我在这等 先坐一下好不好 哎呀 哎呀 你说就坐两个人吗 嗯 因为这个桌子 如果往外一拉的话 你当时是不是 是不是提过一个要求 你说必须得有一个卡座 对不对 是的 我是我最喜欢卡座了 我刚才没看到 没看到吧 是啊 你们没看到 我知道在哪里 把这个桌子一扯出来 你们往下面看 我可以 哎 你同学 看到没有 来 我们扯一下 那边是什么 这是一个卡座 是的是 对啊 如果你们今天以为 那是一个卡座的话 你们又错了 还有 对 什么情况 因为把这个拉起来之后 底下的座位 是一个储物的箱子 对吧 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储物空间 可以放东西 可以 是 是 是 这样吧 对 再下面一次 整个拉起来 这样子 看到了没有 哈哈 这一面而已 转过来 对啊 这是你想要的 对不对 把杆 原来家里就有个把杆 这是什么 把杆 你也很专业 对 对 对 这是一个把杆 然后两边打镜子 这样 他说呢 在这个小空间里 你就可以在这里练一些形体 是的 很好 这个你想象的一样吗 超过 完全超过我想象 我一开始说只要能有个反光 看到心底就行 没想到他超出 超出我的预想了 现在信心 我说说不出来 好 既然说不出来 你就跳出来 给我来一小段 来掌声鼓勵 真的 没问题 我相信你 做两个动作总是会的 来 怎么像技工一样 好 好 好 真好 跟你们一起练进也没了 对 对 哎呀 真好 哎呦 这转身真棒 对 对 是 掌声鼓勵 太棒了 来 咱们来到客厅的这个环节 怎么样 这个控调数 我觉得特别 特别 特别新奇 是吗 原的 哎 这台海尔控调我跟你说 这大有来头的 这控调你看一般人家的控调像我家都是方的 这是一个圆筒型的对不对 对 因为它要节约空间 特别适合我们的小空间 没错了 说的好 还有呢 呃这个控调呢 它的炙热是特别快 就三分钟是热的 对 所以你刚才一进门 这边温暖的 其实我们可以跟他开 对 而且他送风的方式特别多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那我其实是更适合到前面 那是啊 家里多出不愿意出去 特别是冬天啊 电视换了位置了 对了 这是一个最大的发现 简直是一个移情幻影 你看 原来你们的电视就在这边 沙发在那边 可是你是觉得这一头你看 其实它更长一些 面积更大一些 把沙发放到这边 会更好一些 把电视放在这边 然后电视的 后面的电视墙 你觉得怎么样 这里有一只小鸟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 整个这个房间里 有很多很多只小鸟 反正我从进门到现在 已经一个小时了 我还没有数过来 有多少只小鸟 这里面有一只 外面有一只 它们两个像呼应 设计师说 这种设计你喜欢吗 我挺喜欢的 我觉得这种好像 很有艺术感的 这个小鸟 怎么样 喜欢硬一点的小鸟 就喜欢这种 我喜欢硬一点 那不是给你换到新卡上了 是的 绝对喜欢 这样就不错 这个沙发 叫两个东西 看看电视 这个感觉 不像气来了 是不是 好了 我们来看看沙发背后 还有 这个储物空间 我要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哇 这么多啊 对 而且这一面墙 整个都是 你想可以放多少东西吗 天哪 怎么样 这个储物空间就够大了吧 有点超出想象 是不是 可是 你们要说 也仅仅是这样的房间 就错了 这个沙发 还有另外一个功效 就是 沙发床 哇 这个是我们说 沙发床 我问你说 是可以拖出来的 这样子 对 没错 咱们试着拖一下 看到没有 就是这张床 也就是说 你们家里边将来来客人都可以在这睡 绝对没问题 你拿这个靠垫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靠垫有什么特别 靠垫 你看看图 也是个字 树 对不对 那你们的对面是什么 也是树 小树 哦 这个呼应 对 对 对 而且通过这个镜子的反射可以感觉到这个树 整个空间里都是树和小鸟 嗯 对吧 是的 好 那边来看一下 你的办公区 哦呦 真羡慕你啊 看看你的办公区 对 没错 设计是这样的设计 嗯 这里写了一个 这个高度刚刚 幻影小屋 对吧 看这多贴心的 放那个小盒子干嘛呀 给你放遥控器的 啊这个好 怎么样 这个好 现在踏实了吧 嗯 对对对 彻底放回肚子里面 有可能一会儿又会蹦出来 你的心 好像有点 有什么小节目 是不是 来 我把杯子上给你 来 有什么话给你的老婆说 点点 这本相似是我 之前 一直是什么都要做的 对 直到今天有什么问题 我想跟你说一段话 一路走来 我尽管感谢向上 的眷顾 让我利用你的照片 每天早上 你都早早醒来 想着为我准备早饭 将一个小心的音量 把我开心 都很开心 给我打气 虽然 我们一定是为自己的小家忙碌着 但我真实的感受到幸福和忙碌 嗯 之前一位老公身体 你查出来有些小危险 我们还多了一个小准处 我就希望我和我老公身体 能经验当中呢 尽管要我们的爱情 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望啊 我也祝愿你们俩能够早日 拥有自己的小宝 让这个家里面更增添一份欢乐 好吗 接下来我们马上 我们去看看 蓝队同家变成什么样 好不好 他们也被折磨都不行了 好了 马上我们到蓝队家去收房去 这次设计的主题呢 是悠扬生活 那么主要的改动呢 是在家居的布局上面 色彩的改动是比较多的 特别是吊顶啊 然后 护墙的里面的这个色彩 规则你的使用 那么 在这些色彩上呢 还采取了左右不对称的方法 但是呢 也能够使得整个的色彩 会比较的融合 古旧屋的改造呢 也持到了一定的作用 对于这个空间呢 会增加一些亮点 相信这个设计啊 会要拿最满意的 不瞒你们说 我到你们家来探班的时候 就看到现场出了点状况 你知道吗 我好紧张 他们把有一个地方的高度啊 长度给量错了 你知道吗 而且没法补救 当时我急的呀 而且呢 还把材料买少了 有一个地方的材料 也不够用了 设计师急的呀 最后是狂风暴雨的 就出去又去采购去了 怎么样 你们感觉 听完这种 要把我们吓死啊 爸爸可以松开你的手 怎么样感觉 为什么没反应啊 没反应 你们俩吓坏了是不是 对啊 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来 说一说 哇 怎么了 说一说 好像还没你想好 听完 听完你的宝宝这么说 你们俩有什么感受 告诉我 心里凉了一大截 已经凉了一大截了 从地中海又回到了杭州 是吧 回到西湖了 回到西湖了 快掉到西湖里去了 是不是 好 女儿说好像还没有过去好 到底怎么样呢 现在 要请两位来看了 准备 心跳加速没有 有 有 有吧 就像高考要看成绩一样 心跳已经120下了吧 对 好 准备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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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着三个 这是 这是新中式吗 还是 新 新古典 哇 哇 是当年一样了 老婆 没有养生活 绝对没有戴错 哇 这个我很喜欢 是吗 我一直就想 可以想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的沙发和这样的一个 茶几 因为以前去去那个国外玩就住酒店就是这样的风格 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一个风格的这个沙发和餐具 你夫人到现在就笑得很好 而且说了四个蛙 你也特别喜欢吗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那个首先 我喜欢那个 那个 然后你看我们家这个墙也不像原来那么平淡 然后还有那个 那个窗格子显得很有文化的韵味 没错 没错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花也很大气 绣球花 然后把整个房间的这个亮点都聚焦在这个花上 你也有的是吗 他有点反对 你喜欢发笔的对吧 没有发笔就不高兴了 刚才听到女儿说 还没有过去好 你们俩的感觉怎么样 我心在嗓子眼 然后现在看到之后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对 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没有不负我的那个希望 你刚才说心到嗓子眼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设计师刚才他说完那句话之后 设计师的心都跳出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孙对不起 这个灯你就特别喜欢是吧 对 它是一种很 什么感觉 古虎 然后还有中国的东西 然后和我的这个楼梯是一个很好的呼应 没错 使到一定的这个半个屏风的感觉 哎呦 这让你说对了 设计师跟我介绍说 您楼梯在这儿就显得有点突兀嘛 这个在放这儿一放正好起一个折打的作用 嗯 而且你看优扬的生活 一个鸟红的盖子 多怯 多优扬 对 我爸要是看到这样的色 他也会非常喜欢 老爷子一定喜欢这个 对对 做过了 对没错 这个鸟也做过了 这个鸟也做过了 这个料理好 我喜欢 还看到 我喜欢这个料理 来我们看这边 哦 我喜欢这个 你看到什么喜欢什么 你不是特别强调要一个储物空间吗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你看 我帮我打开看看 这人 打开 每一个格里面都能够做一个储物空间 放东西 如果你 对 先感受一下 一家三口都来感受一下 哦 我特别羡慕红队的卡座 我当时想 我怎么没跟我的设计师提这么个要求呢 所以你在看那段监视戏的时候 特别想要 对对对对 有了吧现在 哇 太棒了 哇 哇 这下面有柜子耶 对 下面同样还是针子弓箭 哇 这太贴心了 我要特别给你们强调的点是 如果你们以为这个柜子只是放在这里 好看 然后储物的话 那就错了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小朋友 有时候会在家 找什么呢 你在 你以为那么容易让你找到吗 小朋友在家里会要写作业 需要一个书桌 对不对 对吗 那么书桌椅子呢 椅子 在这里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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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柜子还满意 喜欢吗 非常满意 终于她说满意 所以别太早下定论了 咱们要试试看来 这个沙发你特别喜欢 对 这个沙发你特别喜欢 这个沙发就是我很喜欢的那个款式 因为呢 这里可以储物 对 然后又有这个布的这个 说这个储物你就说着了 你看看这个 来 你看一下 看 茶几下面 这里可以放东西 哇 天哪 一般的家庭主妇就特别喜欢这个储物空间 是的 这边也一样可以放 还有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哇 太好了 这是我好想要的 电视墙这里做了一个像这样的家具的内容 有历史感的这么一个框框在这里 还有这里你看 钢琴 我们都知道 夕阳乐器对不对 对 上面放了一个什么呢 这是什么呀 这个应该是以前的 设计师真不容易 都没看 到处搜街给你们搜 我以为是那个屋檐 雕花的那个屋檐 对 这应该是一个 我觉得也像屋檐 木质结构的这个 而且一看就会有年头了 所以夕阳的和古典的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这个墙壁上给你们刷的都是归枣泥 不一样 而且你们注意到这两面墙有什么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颜色 分离也不一样 所以一般来说家里边墙的颜色都应该是统一的 对不对 现在不一样 你们觉得看的视觉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这边是我们一个新中式的风格 然后也是古朴自然 那这边又是有一个简欧式的风格 比较现代华丽 我们在路上就在说 我们这个设计是有文化的 绝对没问题 我是说一直修养 一直不修养 设计师这会儿笑的嘴头里的耳朵跟着 对不对 小孙你好棒 这个色彩的设计 他是经过精心的考量 他也没跟我聊过天 他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 我真的好奇 都是男人吗 如果用一句话 美人用一句话 我们来形容一下 超出我的想象 美妙绝伦 美妙绝伦 哇 这四个字这个评价绝对就到位了 来 妈妈来说 一秒钟提升我们家的房屋的居住品质 古老而朴素而华丽 哇 太棒了 这你们一家三口受力不客气 他说的是最棒最好的 完全同意 拜托这跟你进门的时候说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他整个看过之后他有感受了 孩子也有感受 总结的好 设计师这个时候真的是特别放心了 看我们一个三口之家真的觉得非常的温馨 那么今天收访也特别的高兴对吧 对对 那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们是不是应该会给特别的事情要做 反而这你怎么知道 他不两个都知道 这还有什么选择 那咱们就来吧 好不好 特别过去三四年 我一直在外地出差 每周都是要跑火车站 每周周末都是老婆你开车接送我到火车站 然后现在呢 又每天回家很晚 每天晚上呢 又帮我准备夜宵 所以我真的是很过去不去 我知道你的工作其实也非常忙 但是为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 我觉得我找回了当时跟他谈恋爱的时候的感觉 这个是我收到的第二条项链吧 非常感谢沈过常在过去的十多年一起的生活 等一下 冷坐冷坐 好了好了 其实我从见到他的那颗铁他一直在笑 只有到今天这个 刚才我注意到他已经情绪有变化了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他的感觉会很幸福 知道吗 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相亲相爱 好了 最后你们一家三口来一个甜蜜的欲望 好棒 趁着我们这个这么好的心情 马上把我们红队一家和红队的设计师也一块请出来 好不好 好 好了我们的红蓝两队两家人 我们都一块是幸福的已经收房了 对吗 大家都特别的开心 不过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用自己手中的这个小小的标志盘 来给我们的这个设计师的作品来打个分 好不好 好 两家咱们一块我喊三二一 我们就亮这个牌子 来准备 三二一 来 看一下 大笑 更大笑 非常棒 大家掌声好不好 太棒了 看来大家都是非常的满意 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圆满的大结局啊 在这呢 我也要特别感谢 由这个欧派家居集团提供的家装基金 还有由海尔便宾公交提供的家电基金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了 好了 在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喊出那句话 叫做是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 交换空间 交换的空间 情感的故事 情感的故事 两个有几棵客家的房子 你家有我装 我家有你装 只要别和风险一样 只要别和风险一样 电钻往往下 满天尘飞扬 每个人都是一个花脸庞 你家很漂亮 我家分模样 感觉真的是一搏三折 这次天工作很辛苦 但是设计师的工作就是这样 不经历风雨 是见不到彩虹的 从事设计工作这么多年 但是这么紧张的工作 在这么短的时间出这么大的效果 还是第一次 所以说虽然很辛苦 但是非常值 参加这次交换空间 我觉得我跟我老公都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不仅收获了一个完美的家 而且也有了一段非常新奇的心路历程 参加交换空间讲述的是一个 你愿意为别人付出 自己收获更多的一个故事 所以在这一次的交换空间的经历当中 我觉得心里也是满满的